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国家的错骂 政府的错骂 社会的错也骂 心中充满着怒气 不单只是骂 他们还可以跑去留言处那边 还跟人家相骂 还可以同个时候跟很多人一起开战 这种酸民最适合做键盘侠 因为脸皮够厚 即时关注今日报最新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雍景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课题 就是关于酸民 请问你有酸过人家吗 你是酸民吗 最近我们大家都很忙 为什么呢 我们国家发生好多事情 从政变到这个疫情的恶化 大家心中都有很多很多的不满 都很想发表 结果就在键盘前面 在社交媒体上就拼命的打 拼命的发表意见 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都有特权去发表我们的意见 可是特权越多 责任就越大 到底成为一个酸民 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 甚至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 有数字的酸民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我发现到在网路上 常常有五种不同的酸民出现 五个不同的层次 五种不同的level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下 这五种的酸民是谁 那你又是属于哪一种的酸民 第一种酸民 对事不对人的酸民 这种酸民呢 是最有智慧的 因为他们了解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不会只是看标题 他们会click进去 看完整个文章 或者是了解整个故事 他们才小心翼翼的评论 那很多时候他们用的词句 也是比较精准 也不容易伤害到人家 对于有些很敏感的事情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问号 或者发问一些问题来带过 比如说 你这样子这样子做 难道警察不知道吗 或者是 这样子做难道人民不懂得吗 这是对事不对人的酸民 Level 2的网民 就是幽默型的网民 这种网民是非常高招的 比较聪明一点 他们会用幽默 或者是笑话 来针对一些人事物来做评论 那看起来这种的路线 也比较安全一点 杀伤力没有那么重 可是偶尔他们会把一些人 形容为动物 或者是一些电影人物 或者是卡通人物之类的 他们每一句言录 后面会加上一个哈哈 或者是一个微笑的emoji 很多时候要讽刺人太敏感了 所以就用笑话来带过 若有网民批评他们 或者是反击的时候 他们会说 I'm just joking 不需要那么认真 只是开玩笑而已 吹水而已 Level 3的酸民是 人身攻击的酸民 这些酸民就非常危险 因为他们会咬着一个人不放 就是一直批评他 甚至把他讲到一文不值 这种酸民跟Level 1的不一样 就是对人不对事 也非常的主观 他总之就是不喜欢对方 就是要攻击对方就是了 所以这种Level 3的酸民 往往带来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大 Level 4的酸民很厉害 他们是又骂 不是又骂 往往他们看标题 就可以骂一堆了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国家的错 骂 政府的错 骂 社会的错 也骂 心中充满着怒气 所以不单只是骂 他们还可以跑去留言处那边 还跟人家相骂 还可以同个时候跟很多人一起开战 这种酸民最适合做键盘侠 因为脸皮够厚 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非常厉害 Level 5酸民是人肉收缩型的酸民 他们也非常厉害 因为算人家还不够 他还要去把人家的家庭背景 个人资料 所有的绯闻 这些照片 全部挖完出来 Postize社交媒体 还呼吁大家去背一个对方 这种酸民最适合做什么呢 hacker 因为他们很会hack去人家的account 破坏力非常的强 看完了这五个层次的酸民 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第一种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是对事不是对人 应该没问题 可是毕竟算人家也是一种的霸凌 尤其是严重性的攻击 它会带来一些的后果 那这些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后果就是你会伤害到人家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只是讲几句话 应该杀伤力没那么大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感受是如何 可能会伤害到他 也伤害到他自尊 甚至会使到他的名义受寻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有时候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 无形中也会带动其他人去酸 所以变成造成每一个人都在写你一句我一句 所以这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这样子的伤害 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甚至我们的家人 我们可能觉得说我写几句话应该没有什么杀伤力啦 没有人知道的啦 而且是人家会当作是笑话 一笑而过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点 当我们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 或者写一些东西 我们的家人在看 我们的朋友在看 甚至孩子在看 上司在看 同事在看 如果我们常常去酸人家 或者是发表一些很负面的言论 那我的朋友 上司 还有同事 会怎么看我 他们可能会对我的人格大打折扣 而且我会为我的孩子 设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去考虑的 甚至有一天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能我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 不会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平时也是这样子讲人啊 现在人家讲回你 就是应该啦 就是报应来的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 我们怎么样对人家 人家也会怎么样对我们 同样的伤害也是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第三个后果比较严重 就是会破坏这个社会的和谐 我们都活在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里面 其实要维持这个民族的文化 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成熟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言论 我们算人家 可能会触动到一些的种族的课题 或者是宗教的课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要非常有智慧 千万不要伤害和气 那最后我有几个建议 下一次你要发表言论的时候 请考虑这几个问题 第一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动机是要发泄情绪吗 或者是要让人家看到说我们很厉害吗 很会分析吗 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到 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会伤害到对方吗 会对自己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第三 我们要人家怎么样对我们 我们就要怎么样对人家 所谓人在做上帝在看人也在看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英文说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我们怎么样对人家 人家就会怎么样对我们 所以我们做人要善良一点 是最好的 第四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每一次当我们要发表某些言论的时候 我们要问自己 你很得空吗 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还要去做 我们很得空去酸人家吗 希望这几个问题可以帮助到 我们更有智慧的去思考 当我们要写一些东西 我们要算人家的时候 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酸民 或者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网民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按赞 subscribe 分享出去 你的鼓励 也就是我的推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